一个女人从下水道里钻出 她正是迪士尼的吉塞尔公主 然而生活在童话故事里的她 从没见过如此现代的都市 看着汽车迎面驶来 公主都只能闻在原地不知所措 她跑到人群中 大声问着城堡在哪 自己的王子又在何处 但大伙都把她看成了神经病 丝毫没有理会 公主又找到一个流浪汉请求帮忙 结果对方一把就抢走了她的皇冠 人在无助时真的很倒霉 天空还下起了大雨 她一路探索 却看到了一块城堡图案的广告牌 公主爬上架子 拼命敲打大门 这时路过的男人大帅发现了她 谁知公主没站稳 就从广告牌上滑了下去 千军一发之计 还好大帅接住了她 见公主孤立无援 大帅女儿便让她去家里避避 可公主的裙摆太大了 她在门缝禁都进不去 妇女俩前后一推一拉 下一秒 公主被安置在沙发上 结果一秒钟公布 她就直接累得睡着了 大帅本想着叫车把骑送走 但看着如此美丽的女孩 她也决定让公主在家好好休息 等到第二天睡醒 公主一看这单身家庭房子这么乱 心里那洁癖就出来了 只见她趴在窗边大声搁起来 城市里的老鼠 鸽子还有苍蝇 成群的都往家里冲了过来 一眨眼公布 整间房子都塞满了小动物 害怕这场景的小伙伴扣个衣 接着公主开始唱跳 蟑螂从下水管里冒出 把浴缸污垢全部洗进 小老鼠拿着牙刷刷马桶 还有只脚滑摔了下去 其他老鼠则洗着碗 让鸽子帮忙运到橱柜上 结果鸽子一不小心打翻了盘子 这下可把父女俩给吵醒了 两人一看到满屋的小动物 整个人都愣住了 大帅扫开满桌蟑螂 女儿又捏起小老鼠 将动物们通通赶出了家门 这就算了 谁知公主还把自家窗帘 做成了精致的连衣裙 大帅都快崩溃了 王子啥时候才来接走他呀 你别说还真来了 一个男人从下水道里跳出 一见到人他直接拔剑就想处决 听着如此趾高气昂的言语 他就是前来带走公主的王子 接着王子跳上巴士 一剑就刺穿了车点 原来他以为这是只怪兽 司机火都大了 冲着他一顿大骂 但王子丝毫不在乎 认为这不过是区区贱民罢 接着下一秒 一个胖叔也从下水道里冒了出来 他是被毒皇后派来阻止王子找到公主的 随后他在一桶汤里 接受了毒皇后的视频通话 对方交给他几颗毒苹果 只要让公主咬上一口 就会永远地沉睡过去 但这一幕 正好被王子的小随从花里鼠撞见了 他跑去和王子告状 可因为不能说话 王子丝毫没明白他的意思 而此时公主正和大帅在公园散步 胖叔则伪装成摊贩 送给他一颗焦糖毒苹果 谁知公主拿走后 却和大帅聊上头 直接就把毒苹果给甩飞 落到了路人的头盔上 结果毒苹果威力巨大 硬是把路人烫成了秃驴 胖叔不甘心 趁着公主和大帅在餐厅 他又伪装成厨师 送给了公主一杯毒苹果汁 眼见公主就要喝下 花里鼠却忽然现身打翻了果汁 公主一见到他 就知道王子肯定也来了 但胖叔为了阴谋得逞 不停地驱赶花里鼠 见他藏进了披萨 胖叔拿起盘子 直接就摔进了烤炉里 好在花里鼠及时逃脱 摔进了罐子里 而住在酒店的王子 却正好在电视上播报的餐厅事件 发现了公主的身影 他按照报道来源地址 去到美东大楼挨家挨户地找人 终于在第二天 他找到了公主 王子想带妻回家 可公主从大帅那里 学到了情侣间该如何相处 便提议先去约个会 两人游览了各个景点还不够 公主还想参加晚上的一场舞会 但殊不知危险正在逼近 下水道里忽然钻出一个女人 她四周带电毒物弥漫 这正是童话中的毒皇后 她走在街上 用法术将所有汽车通通逼停 接着她透过法球 找到了公主的踪迹 此时公主正和王子参加一场舞会 大帅和她的前妻也在这里 随后按照传统 两对情侣互换舞伴 公主跟着大帅 在宴会上翩翩起舞 看着对方的眼睛 两人都十分舍不得离别 但随后王子还是前来牵她回家 可就在这时 毒皇后伪装成老太婆出现了 她一眼就看出了 公主心里早已爱上了大帅 因为这些天下来 大帅带给了她在童话王国里 同未体验过的快乐 并且两人之间的互动 更是像足了一对情侣 他们会一起逛街 会一起去吃饭 这不就是约会吗 而公主其实不过才认识王子两天 就因为对方就吓了自己 公主就要嫁给她 这次意外来到现代 也是因为身为王子母亲的毒皇后 从中作口 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她一宝名利 只见毒皇后拿出毒品 说只要吃下 就会忘记这一段美好又心痛的经历 公主被说服 一口咬了下去 结果她直接被施下魔众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王子立即想到真爱之吻能够化解魔状 谁知她满怀信心吻了上去 公主就是没有醒来 接着她又着急的让大帅也试一试 结果大帅深情一吻 公主还真的苏醒了 好家伙我咋感觉有人头顶绿油油呢 一旁的毒皇后怒了 她直接变身成为一条巨龙 接着抓走大帅飞出屋外 巨龙爬上屋顶 边抓着大帅边说着反派遗言 大家都知道反派死于话对 这部电影也不例外 你瞧 屋顶就因为她太重直接折断 搞得巨龙直接摔了下去 也不要问我为什么她不会飞 反正还没出场一分钟 这嚣张的反派就被摔死了 而大帅也被公主接住了 差点就从百米高空滑了下去 两人在深情对视 随后像贺本的蒂凡尼的早餐一样 在雨夜中深情拥吻 另一边的王子 则被大帅前妻深深吸引 直接就把对方带回童话世界成了夫妻 好吧 这个神发展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魔法奇缘》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